苏总 夫人已经去世了 就算送到医院救过我的 公开 我也不会 我也可以喂 苏总 你们也 绝对你喜欢 答应 给你一个甚大的婚礼 昨日 江城发生一起婚礼命案 婚礼前夕 苏氏集团总裁接到前女友电话 通通离席 导致隐婚妻子 沐温妍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 苏云姐 那些阿严的 我都会讨厌 婚言 婚言呢 什么 婚言 婚言 你别离开我了 你放开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孟子 她不是夫人 苏总 你冤错了 她不是夫人 婚言呢 我的婚言呢 我要给婚言 全世界最盛大的婚礼 本上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婚言 是苏云锦最爱的女人 苏总 苏云锚 你也没说阿严是你最爱的女人 她就是被你害死的 我爱死了 我爱死了 我爱死了婚言 吃来的神情比草剑 苏云锦 你该给阿严偿命 对 你说的对 我该偿命 苏总 苏总 这次回国 是为了云锦吧 出国三年 我心里还是只有她 这是 一个月前 白衣莫回国的欢迎会 我重生了 云锦 你刚醒酒 这是哪啊 婚言呢 我要去找婚言 原来 尹默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一醒来 就记着去找沐文言离婚 要和尹默 重修就 我不会和沐文言离婚 她是我最爱的女人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 以后谁再敢乱说 就是和我为敌 云锦说 不会跟沐文言离婚 最爱的人是沐文言 哎 喝多了 胡说呗 尹默 全江城人都知道 白衣默 才是苏云锦一生之爱 也是 也是 温言 这一次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阿燕 你给苏云锦打个电话吧 这时候 做丈夫的应该陪在你身边 您好 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云锦出差 应该早回来了 怎么不接电话 她 可能有事还在忙 亭川 你直接和我说吧 她是忙着 在和前女友旧情复然吧 苏云锦和前女友旧情复然 原来 她真的一直在等前女友 阿燕 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苏云锦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你跟他离婚吧 你觉得因为我比他更爱你的男人 沈亭川 你给我放手 云锦 你怎么来了 我是放坐这车 我来接你回家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这也是云锦第一次送花给我 沈云锦 我太太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该说的我已经跟阿姨说过了 沈云锦 我的承诺永远生效 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不必了 我太太 有我照顾就够了 苏总不愧是豪门继承人 时间管理上的大师啊 既能管理公司 又能参加前女友的回国欢迎宴 您这么忙 照顾阿颜的事 还是我来吧 云锦 这热搜是怎么回事 苏云锦和前女友旧情不燃 你说话呀 你难道就没有万句话 要跟我解释吗 沐文言 你这么无理取闹 想离婚吗 温言 你别信他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苏总和前女友旧情复燃的消息 都上热搜了 你把热搜都处理了 昏言 你相信我 我和白衣墨是清白的 对于造谣者 我会几虑失寒 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奇怪 今天的云锦 怎么跟往常不一样 云锦 你看见吹风机了吗 帮我拿进来一下 云锦 爱上我 是你一生的赌注 我怎么舍得让你说呢 我们举办一场 世界上最盛大的婚礼 好吗 婚言 你没受伤吧 你 都看到了 他在求婚 是跟我 还是 婚言 离婚这么久 回去你了 我们举办婚礼吧 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可是 为什么突然提婚礼 因为你值得 如果爱曾存些温度 这场梦会自动退出 醒来后挽留你脚步 别走了 命运不是征途 抓紧我 别迷路 灵魂闪处 你是我全部 这场梦会自动 有道白头荒谬的借口 喂 苏总 家庭三亿的定制婚纱 已经约回国了 有几处细节 您看需要再确认一下吗 好 我立刻过去 另外 薄言身体不适 让人是招聘一个财务部经理 进来接受他的工作 你们举办婚礼吧 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你愿意吗 看来云锦真的放下白衣墨了 爸 衣墨 你这分级好漂亮啊 好事将近 是啊 大手请你喝喜酒 他手上 为什么会戴这枚苏云锦 给我的结婚戒指 是苏总吧 衣墨 你可是我们苏总的白月光啊 哎 你就别取笑我了 沐经理 好久不见 以后请多指教 应该只是巧合 我不应该怀疑云锦 白小姐 好久不见 莫经理 难道苏总没有通知你吗 通知什么 经理 尹墨现在已经是咱们财务部的员工了 他可是张秘书亲自安排过来的 在公司 张秘书可代表苏总的一言一行 白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部门不缺人 你在害怕吧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怕我抢了你的风筒 抢走你的一切 抢风筒 财务部官乌苏是命脉 你连会计证书都没有 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可云锦已经答应我了 他还答应 让我接替你的位置 你知道的 他一向说到做到 莫经理 张秘书 你说对吧 苏总昨晚吩咐 让你半个月内 完成工作交接 你纠战雀巢三年 你不会真以为云锦 喜欢上你了吧 我才是云锦最爱的女人 区区一个部门经理算什么 只要我想要的 他都会给我 白衣墨 你进不了财务部 我是经理 我说了算 现在 请你出去 怎么走着瞧 希望下次见面 你还能像今天这样的自信 母温言 你以为一张照片 就能勾引到云锦 敢跟我抢人人 那就别怪我 让你生不如死 喂 你不是想要苏氏的机密资料吗 我可以给你 但你必须要放出消息 是母温言给你的 还言记得按时吃药 我临时有事 这两天不会来公司 你要照顾好自己 嗯 知道了 嗯 白衣墨 你要做什么 木温言 泄露公司机密 把他抓起来 我没有 放开我 白衣墨 你伤害了我的人身安全 我有权告你 木经理这是怎么了 纯木经理 木温言泄露公司机密 导致公司损失巨大 不仅要被抓 还要被抓去法办 损损巨大 那我们的工作 我岂不是都不保了 胡说 我根本不可能 泄露公司机密 除了你还能有谁 你就是看待苏总 要把你的职位给我 所以才报告苏氏 我没有 我和苏英俊是合法夫妻 公司也有我一半的股份 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反倒是你 怎么你刚来公司 公司的机密就泄露了 你说你跟苏总是合法夫妻 木经理 你没看见 以墨手上价值一亿的 求婚钻戒吗 那可是苏总送的 苏总还为我定制了 价值三亿的婚纱 整个婚礼筹备 耗资百亿 你不会觉得 这些都是苏总为你准备的吧 我不信 我还要见苏云锦 放心 我会让你见到的 等苏总回来 就是你的死期 这之前 我们先给你一些教训 以墨 让我来 嗯 都是你 害我们要失去工作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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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文言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都得给他陪葬 苏总这么担心沐文言的安危 难道他真是总裁夫人 怎么可能 苏总爱的可是一幕 苏总肯定是担心我们闹出人命了 才着急送沐文言去医院 白小姐 您可得在苏总面前帮我们美颜解决 那是自然 等云锦处理了沐文言 会帮大家留住这份工作 你沐文真是人美心善 怪不得是苏总心里的白月光 沐文言 你就等着云锦亲手送你去监狱吧 沐文言 对不起 是我没有找过好你 又是因为你 阿言才会心脏病发作 你知不知道 心脏病病发 不及时抢救 他会死啊 我和文言夫妻之间的事情 还轮不到医管 夫妻 你也配说你和阿言是夫妻 隐婚三年 你心里爱着的是白以沐 你也配做阿言的丈夫 沐文言 你还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吗 我没资格 我比你更爱文言 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给你伤害他的机会 阿言 如果下辈子 能让我先遇见你 该多好 阿言 你醒了 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没事 这么晚了 谢谢你还陪在我身边 阿言 为你做的一切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是 苏云景送我来的医院吗 阿言 你到现在还放不下苏云景 他根本就不配做你的丈夫 要不是他 你根本就不会心脏病发作 你知不知道 差一点你就 平景 你送我的求婚戒指 我很喜欢 如果当年我没离开 我们现在孩子也有了吧 嗯 嗯 阿言 苏云瑾不配做你的丈夫 温瑾醒了 云瑾 穆温瑾泄露公司机密 导致苏氏亏损五百亿 这事绝不是温瑾做的 等我查清楚是谁诬陷他 那个人就死定了 这枚戒指怎么在你手上 昨晚你留在我车里的 难道不是给我的吗 这是我为温瑾准备的求婚戒指 白衣墨 三年前我们就已经结束了 拿来 听穿 或许 你是对的 温瑾 你是不是醒了 开门啊 我是尊敬 阿妍 床头不如短空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沈廷川 我知道这里关的门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去把你这家医院给砸了 让开 苏总还真是有钱呢 动不动就说砸了我的医院 但有时候 钱也不是万能的 我再说一次 让开 真因为我敢动你 你倒可以试试 苏云姐 我已经说过了 不会再给你任何一次伤害阿妍的机会 阿妍是你能叫的 都给我住手 听穿 让他进来 阿妍 我先去 帮你买晚餐 温瑾 沈医生 我太太的身体 有什么问题吗 苏云姐 如果我们是正常的相识相知 你会喜欢上我吗 我们离婚吧 我不同意 苏云姐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的都是白衣服 婚言 不是这样的 我话还没有说完 我之所以愿意离婚 并不代表我向你们低头 我还是会坚持起诉白衣墨诽谤罪 和故意伤害罪 婚言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放手 不放 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苏云姐 你就这么爱白衣墨吗 因为我要起诉她 所以要把我困在你身边折磨我 苏云姐 你怎么这么可恶啊 苏云 我不是因为白衣墨才不离婚的吗 那是因为什么 爱我吗 是 我爱你 我要的爱 只在你身上存在 苏云姐 我不离婚 你也认为我了吗 你也认为我了吗 回去你了 我们举办婚礼吧 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可是 为什么突然提婚礼 因为你值得 我想在结婚三周年那天 给你补一个盛大的婚礼 所以在八年 拍卖下了这枚戒指 可是没想到 可是没想到 那晚去确认婚纱的路上 碰到白衣墨 所以才掉到她车上 那 婚纱也是给我准备的 嗯 婚言 我只这样珍重你一人 这枚戒指不干净了 我答应你 我会再为你准备一个 更珍贵的戒指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老爷 你不要被他骗了 全江城人都知道 他苏云锦心里爱的 只有白衣墨 他对你甜言蜜语 只是为了袒护白衣墨 你又在胡说什么 新闻在大肆报道 顶级豪门苏云锦拍下 一亿钻戒求婚白衣墨 两人婚礼将近 我是胡说还是实话 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 误会 这都是误会 够了 苏云锦 你先走吧 婚言 阿言让你走没听见 我有自己的判断 苏云锦 你让我进去 好 婚言 你先休息 我去把公司的事情处理了 绝不让你说一点委屈 温言 你还是放不下孙云锦吗 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男人 听川 这三年 我的的确确心里只有他女子 阿彦 女生能不能让我替他住进行列 不管多久 我都可以等 阿彦 这一世 我不会让你再受到半点伤害 来 喝药 首带夫人 我们是来跟您道歉的 之前是我们听信谣言 我以为是您泄露公司机密 害得您心脏病发作 是我们错了 苏总罚了我们两年的工资 还说如果不得到您的谅解 就把我们统统赶出苏氏 既然知道不是我 查到真正泄密的人了 是 白衣墨 果然是他 泄密者是白衣墨 那苏云锦怎么不让他来道歉 难道是心疼了 要包庇白衣墨吗 当然是 夫人 夫人 苏总亲自把白衣墨送上了法院 就是要给夫人您报仇啊 我想以苏总的雷锭手段 白衣墨这辈子怕是再也看不到外边的太阳 总裁夫人 您看 顶级航门苏云锦高调宣布已婚 夫人 求求您 原谅我们吧 你们也是为了工作 并不是故意刁难我 既然苏总罚过你们了 就算了 谢谢夫人 我们祝夫人您和苏总 夫妻恩爱 抗力情深 都够出去 出去 那个身体早上康复 来 吃菜 阿颜 你身体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吃完饭 我就送你出院 嗯 听川 我考虑好了 你来做什么 温颜 我给你送饭来了 温颜 你最爱吃的虾 阿颜 你病情刚稳定 多吃蔬菜 对身体才好 温颜 吃虾 蔬菜 温颜 这是我的 温颜 我有点渴了 我先喝水 你们自己先吃 好 他那个是从地里摘的 肯定拿了农药 我的菜挺新鲜的 你那个还有核辐射呢 阿颜 你应该先吃点蔬菜 因为你现在病情刚好 所以得先吃蔬菜养养胃 那个不新鲜 这你那个才不新鲜 那吃我的 我刚 我刚摘回来 菜地里折的 菜地折怎么不新鲜 苏总 江城拍卖号 正在拍卖一件 驾驶千亿的孤品钻件 非常适合您当作 送给夫人的求婚钻件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婚言 公司有点事 我必须去处理一下 到时候 我让司机送你回家 苏总 公务烦嘛 阿颜有我照顾就够了 亲善的 我看在婚言的面子上 忍你很久了 谁让你忍啊 别吵了 你先去忙公事吧 出院 廷川会照顾我的 我会照顾好他的 阿颜 我帮你找了一处公寓 你从苏云锦的公寓 搬出来吧 廷川 你之前说的话 我这两天认真地想了一下 我有答案了 廷川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 我也一直把你当成 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 你还是离不开苏云锦 对吗 你舍不得跟他离婚 还想跟苏云锦在一起 对不起 廷川 傻丫头 得不到你的心 是我没本事 你又没做错 听出来 阿颜 我不是输给了苏云锦 我是输给了你 阿颜 哪怕我重生 可还是输得一百多地 我那时候不再回来 我那时候不再回来 苏云锦 我吵醒你了 苏云锦 苏云锦 喜欢吗 喜欢 好漂亮 这是我今天晚上 在江城拍卖行拍下来的 你喜欢就好 苏云锦 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为你准备一场 最盛大的婚礼吗 苏云锦 你心跳这么厉害 这辈子 你果然只会爱上这一个男人 阿颜 我不是输给了苏云锦 是输给了你 云锦 你会让我输吗 我苏云锦 以命起誓 此生 绝不负文言 我愿意 好 等我到了再做决定吧 亭川 你怎么来了 阿颜 好美 你真的决定 跟苏云锦 举办婚礼了 嗯 阿颜 答应我最后一件事情 我就彻底放手 什么事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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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我啊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们去办婚礼吧 我愿意 慧颜 慧颜 醒醒 慧颜 别吓我 慧颜 混蛋 你对慧颜做了什么 慧颜就是看到你和白蚁末的亲热照 心脏病病发未及时医治 不可能 慧颜 不会死 苏云景 阿炎心脏不好 任何一点刺激都会让当心脏病发作 病发一旦错过抢救时间 他就会死 慧颜 你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阿炎 看来苏云景真的很爱你 我 该放手了 云景 你怎么哭了 你 你没死 是我给他吃了艾名药 但苏云景 以阿炎的身体状况 受到任何刺激 就是这个下手 苏云景 我不是输给你 是苏云景 是苏云景的阿炎 是苏云景 现在新郎可以亲了新娘了 这个下手 活动 是苏云景 公公公公众 不许可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